6月3日14时35分 承载着177名乘客的BR728航班平稳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标志着内蒙古赴台湾直飞航线开通 进一步为两岸旅游交流与合作提供交通便利 呼和浩特至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公司直飞 机型为空客321 每周136各一班 可搭乘旅客184人次 全程飞行约3小时40分 另据了解 内蒙古海拉尔至台北航线将于6月4日开通 每周两班 全程飞行约4小时10分 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逐步密切 内蒙古赴台旅游人数逐年增加 2012年达1.19万人次 2013年前4个月达7217人次 内蒙古旅游资源丰富 主要有草原、沙漠、森林、边境、民族风情、文化遗迹、冰雪等特色旅游项目 呼和浩特市市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蒙古语为青涩的城市 是大陆优秀旅游城市